現在我們來看第二個重要的極限 那在前面我們已經推得到說什麼 剛剛這個第一個重要極限 Ceta Approach 0 Ceta 反之Sine Theta 其極限值是1 我們這個已經知道了 由他來證第二個是簡單的 Limit X Approach 0 X分之1減去cos 其極限值為什麼是0 那你想想看 這題目我們要動手做的時候 你發現說上面是1減去cos 那我們回想一下 如果這邊是1減cos 我補一個什麼 1加上cos給他好了 試著做做看 所以我就分子的部分乘上1加cos 無論故乘上1加cos 必須回除1加cos 為什麼乘1加cos 因為你看 根據平方X的概念 我可以知道說 上面變成1減去cos 那底下我們就照抄 x乘上1加上cos 3x 1減cos有什麼好處呢 根據三角函數的平方關係 我們可以知道 3a平方 3a平方 x 加上cos 加上cos 7之為1 所以我們 分子的部分 就變成3a平方x 這時候你看 出現了3a平方x 3a平方x可以製作為兩個sin 做連成的動作 所以把它拆開一支sin 分配給x分之1 另外一個sin 就留在後面啦 變成這樣 為什麼 我們要這麼做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陰謀之所在 因為這樣用了之後 你發現說前者變成x分之sin 後者變成另外一個函數 1加cos分之sin 如果這次我要求 兩函數相乘的極限的話 喔天啊 根據極限法則 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當然 x分之1-cos 我們剛剛演示過 它會等於這兩個函數相乘 再取極限 根據極限法則說 兩函數相乘的極限 如果個別極限存在的話 會等於分開取極限 再做什麼 相乘的動作 請問前者極限存不存在 欸 存在吧 因為我們剛剛就介紹 第一個重要極限 sita approach0 sita分之sin 其實極限就是1嘛 那同樣說 它是x啊 欸 這只是個變數嘛 你當然 你用sita啊 y啊 什麼都可以 你這邊擺作是x 同時全部都換了 x當然也是這樣 極限值還是什麼 還是1 所以前者極限值存在 後者極限值存不存在 但x approach0的時候 它是個有力 它是一個分式形態的 兩函數相除 那x approach0帶進去 cos0其值為1 所以分母為2 帶分子類為0 極限值是存在的 所以兩函數 個別極限存在的情況下 等於分開取極限再做相乘 前者極限值是1 後面極限值是0 所以最終結果 答案就是0 所以我們就證明完畢啦